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顿巴斯战场最新的情况 昨天我介绍了,在圣山拉普拉,实际上俄军和乌军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主要是在这个地区,斯培亚托格尔斯克 那么现在整个城市,俄军已经占领了 俄军在周边地区,在森林地带进行清剿 对乌军阵地进行清剿 那么昨天,俄军使用了多管火箭炮系统,对乌军的阵地进行了炮击 我后面会把炮击的视频给大家播放 另外,俄军在丛林地带对乌军进行清剿 也发现了乌军受伤的士兵,并俘虏了很多乌军第58旅的士兵 从现场这个视频来看,俄军使用了重型狙击枪 可以看到乌军的防弹头盔 凯夫拉装甲的防弹头盔都被打透 这边进去,另一边出来,而且弹道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俄军现在使用的是重型武器 在整个斯拉扬斯克北部地区 防弹头盔,凯夫拉装甲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你可以看那个弹道非常清晰 第58旅的士兵被俘以后 他已经交代了,他是4月30号起 驻扎在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在哪?在这 阿特木 第58旅,4月30号驻扎在巴特木 斯拉扬斯克北部地区吃惊以后 沿高松路将他们调往了斯拉扬斯克北部 就在这个地区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乌军的兵力也很难防御斯拉扬斯克北部地区 所以他需要从其他战场调 另外在斯拉扬斯克北部地区 森林地带,特别是北敦尼斯河 他这个沿线呢,俄军重装部队很难展开 实际上呢,这个地区从这个画面里可以看 乌军呢,在森林里布置了大量这种鬼雷 实际上呢,俄军的步兵啊 想要穿越这片丛林也非常困难 那么俄军的重装部队,特别坦克部队 想要跨越北敦尼斯河 现在来看难度非常大 所以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乌军呢,在北敦尼斯河北部地区 你看啊 实际上利用这个河道 利用这个天然屏障 阻挡了俄军的前进 所以俄军在北部地区啊 他的行动会受阻 所以下一步很有可能 俄军会跳出北部的丛林地带 在斯拉扬斯克南部 斯拉扬斯克的巴文科沃这个方向 从东部、西部、南部三个方向围攻斯拉扬斯克 这个北部的丛林地带啊 实际上俄罗斯的计划部队很难展开啊 另外呢,利曼方向的俄军呢 解放利曼以后呢 在森林地带进行清剿啊 后续呢 很难跨越北敦尼斯克 因为北敦尼斯克呢 现在乌军已经封锁了 乌军已经把北敦尼斯克封锁了 所以下一步的俄军在这个方向强攻 损失会巨大 所以我判断呢 很有可能会在亚比尔 利息昌斯克这个方向 渡河以后啊 向南 向南 然后再向斯拉扬斯克进攻 很有可能会在亚比尔的南部进行 强度北敦尼斯克的行动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所以呢 斯拉扬斯克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现在的战斗应该已经基本结束了 这个北部地区 俄军不会展开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个地区很难展开啊 它是森林地带啊 那么昨天呢 在北敦尼斯克呢 又有了最新的消息啊 昨天呢 乌克兰方面呢 派出了一支外国工军抵达北敦尼斯克 我后面呢 也会把这个外国工军抵达北敦尼斯克视频给大家播放啊 这是乌克兰记者在北敦尼斯克采访画面啊 画面中呢 其实可以清晰的啊 听到这个英语 英语的对话 那现在我呢 从敦尼斯克 如干斯克方向了解最新消息呢 在北敦尼斯克呢 有大约 100到150名的外国工军在北敦尼斯克参战 外国工军中啊 最多的是哪呢 是格鲁吉亚的士兵 也叫格鲁吉亚营 格鲁吉亚营里面呢 其中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 那实际上呢 后面播放的视频啊 你点标题啊 点标题 下面就有链接 标题下面有链接 点开链接就会看到视频 乌克兰记者采访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战士 澳大利亚的士兵 澳大利亚士兵呢 他接受采访表示啊 整个的北敦尼斯克几乎被俄军占领 所以他呢 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呢 也非常诚实啊 他表示呢 整个北敦尼斯克 基本上被俄军控制 乌军现在呢 只占领这一个郊区地带 这一个郊区地带 他还能控制 城区的一部分 城区的一部分 这几个街道他还能控制 那现在来看呢 乌军呢 派出顾应军啊 特别是格鲁吉亚营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格鲁吉亚营啊 这个格鲁吉亚营呢 实际上都是退伍的老兵啊 特别是格鲁吉亚的现役部队 也有人员参与 所以呢 这支部队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他在顿巴斯呢 实际上长期参战啊 格鲁吉亚营的里边呢 有包括来自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还有来自于法国啊 荷兰啊 丹麦等国的工军 昨天采访的是澳大利亚籍的啊 这个格鲁吉亚营呢 他最大特点的实际上就是 他的作战能力非常强 他是有作战经验的一帮老兵参加的啊 这个格鲁吉亚营 不像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啊 他是有很多预备役 大家知道预备役呢 和这个现役部队是不同 预备役呢 实际上是新兵组成的 新兵战斗能力很差 特别在北顿捏斯克 北顿捏斯克这个 城区作战啊 这个预备役部队啊 一触即溃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啊 俄军呢 都是老兵 俄军使用什么 车臣特种部队 在北部 南部使用的是瓦格纳 俄军现在也在派出特种部队在啊 北顿捏斯克作战 为什么派出特种部队啊 因为特种部队 像瓦格纳 这些雇佣军 他什么 他是有多年作战经验的 老兵 他不像新兵 对吧 一触即溃 他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战场不管怎么变化 他游刃有余在战场 就算撤退的话 他也会有组织的撤退 如果是新兵的话 一触即溃 所以北顿捏斯克为什么会失守啊 主要原因 乌克兰方面 就是大量的新兵驻搭在北顿捏斯克 大量的新兵在这 结果呢 这些新兵不断的投降 一看到俄军来了 打两枪 马上就放一枪投降了 自己的包括战位 包括这个进攻防守相关的配合 也非常生疏 所以整个顿捏斯克呢 现在乌军发现啊 使用老兵 使用有作战经验的 最好是雇佣军 因为这些人呢 实际上作战成为他们的一个营生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呢 他们是在多个战场 互相都是常年配合的 你包括这个格鲁加营这些士兵 实际上在叙利亚都作战过 在叙利亚也打过战 而且呢 互相之间在叙利亚战场就互相配合 就像一个足球队似的 是吧 互相之间常年配合 那今天在叙利亚作战 那今天在叙利亚作战 明天到乌克兰作战 还是这支队伍 所以呢 这个格鲁加营作战能力非常强 所以现在乌克兰呢 花重金把这个格鲁加营搞过来了 俄罗斯方面呢 把这个瓦格纳 瓦格纳雇佣军也搞过来了 瓦格纳呢 实际上 现在很多的瓦格纳的雇佣军啊 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以前退伍的老兵 现在的北断建策呢 可以说啊 是目前啊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雇佣军巷战场所 也就是雇佣军的天堂 这里呢 不光有来自于乌克兰方面的啊 雇佣军也来自于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 所以整个北断建策呢 成为了雇佣军的天堂 那这应该也是啊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雇佣军的 巷战 城市争夺战吧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向这个地区 集中了大量工军啊 我前面讲了 瓦格纳的工军 实际上大量的成员是什么 是老兵 是退伍的老兵 以合同制的方式呢 加入了俄军 加入了瓦格纳工军 在城市南部地区作战 车臣的特种部队呢 在北部地区配合 那么在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来自于格鲁加的 来自于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的工军 在这个方向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 那 乌克兰方面的工军啊 进入到北部地区 不怕俄军炮击吗 其实他不怕 为什么 这就是巷战最残酷的地方 双方可以看到对方 如果使用重型武器 俄军使用重武器的话 那很容易伤到自己人 所以呢 近距离巷战呢 乌克兰方面 并不担心俄军使用重武器 俄军呢 和乌克兰方面只能使用什么 只能使用顾文军 进行这种 刺刀剑虹的巷战 也就是肉搏战 这是巷战最残酷的地方 双方很难使用重型武器 所以你看俄军一旦进入了北部地区 乌克兰方面也大胆放开顾文军 对吧 用武装直升机 还有利用这个过河的通道啊 建的浮桥等等一些过河通道 把顾文军送到对岸 然后在这个城市进行巷战 所以现在来看呢 北顿尼斯克啊 乌克兰方面呢 很有可能会夺取啊 夺取南部地区的一部分建筑 来阻挡俄军进攻 所以呢 后续啊在北顿尼斯克南部地区啊 会有非常激烈的战斗啊 现在这里边聚集了大量的外国工军啊 所以现在来看呢 整个的北顿尼斯克的情况呢 现在变成复杂了 那截止目前呢 北顿尼斯克的焦火呢 主要集中在化工厂附近啊 我给大家指示一下啊 大家看到这有化工厂 主要集中在化工厂这个附近 那这个地区的焦火最为激烈啊 截止昨天呢 这个地区呢 持续进行焦火 而且是昼夜24小时的 夜间焦火也没有停止啊 那也就是说 乌克兰方面的工军到达北顿尼斯克以后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定的控制力 那也就是说 整个的北顿尼斯克南部地区啊 南部地区啊 乌克兰方面夺回了部分的阵地 也在这个方向 看来这个外国工军啊 特别是格鲁吉亚营啊 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有的啊 所以现在北顿尼斯克战况很胶着 在这个方向 你看双方形成对峙啊 但是呢 再向前推呢 俄罗斯的瓦格纳工军 他的作战能力也很强 所以呢 在这个方向也部署了相应的防御力量 所以呢 主要在这个条这条街进行对峙 这是现在北顿尼斯克最新的 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乌军派出顾应军在北顿尼斯克进攻的 并不是要夺回北顿尼斯克 大家不要幻想 好像乌克兰要夺回北顿尼斯克 乌军在北顿尼斯克的进攻 是为了缓解利西昌斯克的压力 大家看地图啊 利西昌斯克现在受到压力 他在北顿尼斯克进攻 是为了缓解俄军向南向利西昌斯克的进攻 那么给利西昌斯克 他相关的部防 包括撤离行动提供时间 所以呢 北顿尼斯克他被俄军占领 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啊 所以现在呢 这些外国工军在北顿尼斯克作战 只是为了缓解 缓解俄军的压力 并不是要夺回北顿尼斯克 现在乌克兰方面没有能力 没有弹药 也没有人员能够夺回北顿尼斯克 那南部的利西昌斯克呢 现在呢 有两个出路 一个是沿 湘道啊 沿这个湘道 不沿高速公路 沿湘道 大家看啊 沿湘道 撤退到哪呢 撤退到斯拉比亚斯克 这是利西昌斯克一个出路 另外一个呢 向南 向南沿高速公路 到达阿特木 和阿特木的乌军会合 就这两条出路 一个是横向的 一个是纵向 现在来看呢 这条纵向的高速公路啊 很容易遭到俄军武装直升机的打击 如果上万人就这么撤离的话 利西昌斯克 这个守军很有可能被俄军全减 在你撤离的路上就给你全减了 如果沿湘路撤离 一个碉堡 一个碉堡群的撤离 那现在这个希望更大 但现在呢 基辅方面并没有允许 利西昌斯克守军撤离利西昌斯克 所以现在利西昌斯克 正在等待基辅的命令 派出雇余军在这个方向 阻挡俄军进攻 给利西昌斯克 获得基辅的命令 争取最后的时间 这是现在北断尼斯克 一个真实的情况 现在利西昌斯克守军啊 他因为 整个北断尼斯克 上面的重要的桥梁被炸断了 所以他的重武器很难过河 他重武器无法过河 所以他派的雇余军携带都是轻武器啊 他没有重型武器啊 所以国劉军在这项战呢 实际上只能坚守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以后呢 随着卢干斯克人民共武武装力量 进入到北断尼斯克 这个项战会结束的 他们会沿着原路撤回 撤回到利西昌斯克 只是为了缓解啊 这要给大家说清楚啊 不是说好像现在乌军要反攻北断尼斯克 乌军没有这个实力了 因为想要占领整个北断尼斯克人数啊 人数没有3000人以上是不可能占领北断尼斯克 现在只有几百人他不可能占领 所以他只是要延缓俄军靠向北断尼斯克 这个时间延缓拖他 那利西昌斯克呢 正在等基辅的命令 到底是撤还是坚守啊 所以现在看呢 乌克兰的总参部啊 包括基辅方面美军司令部 美军是希望利西昌斯克赶紧撤啊 但是基辅方面 看来和美军啊 意见是相悖的 他没有选择撤离 应该会选择坚守 那么坚守利西昌斯克的防御也需要时间 所以现在看呢 利西昌斯克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争取时间 做最后的防御 最后的准备啊 对抗俄罗斯最后的对利西昌斯克的进攻 啊 现在卢干斯克方面呢 两周之内 很有可能会对利西昌斯克发动最后的总录 那两个星期之内 那现在在莫斯科呢 包括卡德罗夫 俄罗斯总参部长 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 烧一股 实际上都已经开完会了 那卢干斯克 顿捏斯克的 最后的总攻时间 我觉得已经确认了 那未来的几天呢 在北纳尼斯克利西昌斯克 会有一个重大的事件 我也会一直关注这个地区啊 特别是北纳尼斯克 利西昌斯克 利西昌斯克拿下以后下一个就是斯拉伯扬斯克 现在很有可能啊 配合着斯拉伯扬斯克 那么俄军在波帕斯尼亚会有一个新的行动 就截断斯拉达尔这条高松路 在这个方向会有一些行动 现在这条高松路还没有完全切断啊 因为有时候呢 乌军呢 他通过地面部队 包括坦克部队啊 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个高松路向利昌斯克 输送一部分的补给物资 但是数量有限 他不敢大规模车队 大规模车队会遭到俄军炮击 他是一些小的车队啊 有这个装甲车护送 可以到达利西昌斯克 所以下一步俄军很有可能会切断这条高松路 那就完全形成对利西昌斯克的包围 这是下一步 那这就是斯拉伯扬斯克 北斗尼斯克利西昌斯克 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我后面呢 会把外国工军到达北斗尼斯克 最新的视频给大家播放啊